HELLO, 何大米講這些, 今天講一下清潔劑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9日 嘩, 多到這樣, 要曬的東西, 是吧 因為現在大家去超級市場, 第一件事就是選擇這些清潔用品 看看今天試日精選有些什麼, 是漂白水, 還是擦手液 擦手液有多少個牌子, 有沒有印度文, 或者是阿拉伯文那些東西 然後就買一些回來當紀念品, 搜集來的 大家去超級市場, 現在都好像搶包山那樣 見到一些七彩斑爛的廁紙, 無論如何, 任何一個牌子都要買一卷回來 然後在廚房紙又買, 清潔用品又買, 不過記住, 買時買 究竟是否越用得多越好, 大家真的要開始想一下這個問題 我想大家過去一兩個月裡面, 困在家裡, 每天洗地, 每天抹桌, 每天清潔 又噴酒精, 不喝酒都基本上會醉 這兩個月裡面, 應該是用了我們過去幾十年的抹地, 洗碗, 洗衣, 清潔用品的高塔 家裡一塵不染就作所難免, 是不是? 如果有一顆層見到, 就直接被人罵 好像當它是違反人類罪行, 現在很嚴重 但就這樣, 小心點, 因為疫情這麼嚴峻, 大家乾淨點是對的 基本上, 任何人離開家裡, 去其他地方 有機會在空氣之中, 接觸到那些飛沫 回家之前, 的確要小心清洗一下, 要清潔 入到屋裡, 特別是對鞋子, 要先噴了 在入門口的時候, 噴一些一比九十九, 一比四十九的 然後放在膠袋裡, 令到屋裡盡量少飛沫的存在 那屋子自然要再打掃 但打掃屋的時候, 要不要用到這些勁抽核子彈? 不一定要的, 因為其實家裡裡, 如果你向著它 天井, 那些窗不是經常開 基本上, 風險沒有低的 即是自己家人, 基本上你平時都不戴口罩 所以基本上, 你不是特別需要靈菌的 你不是醫院的, 所以小心點, 因為做這些太多 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都知道 大家是一個非常乾淨的無菌年代 特別是家長有小朋友家裡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大朋友, 小朋友, 老人家 都希望盡量做到家裡非常乾淨 由早到晚用這些東西洗, 其實用這些東西洗的時候 就洗死了很多的細菌 但細菌未必是我們的敵人 甚至乎病毒都未必是我們的敵人 即不是所有微生物都是有害的 我們人體裡面, 譬如你五六十公斤的重量 可能一至兩公斤的重量是細菌 細菌你知道多小多輕 有一兩公斤是細菌, 其實都非常之多 人體裡面的細胞, 有五六成的細胞 是與細菌共生的 沒有細菌, 基本上人是不會活得長的 特別是消化系統和製造維生素 身體裡面製造維生素 是需要細菌和真菌的幫助的 平時做麵包的就是真菌 另外是芝士 我們基本上所有好吃的東西 酒, 芝士, 用的豉油, 豆腐花 基本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是經過發酵的 發酵的過程就是要用細菌和真菌 所以細菌和真菌是我們的好朋友 想起來都很厚 例如美國的生物學家 Dolphin Matthews, 陶洛西馬修斯 人體對於細菌的過濾反應 極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不記得了怎樣跟他們共存 特別是小朋友那時候太乾淨的地方 即是沒有細菌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建立完整的免疫系統 他很好笑的說 我想香港的家長就不會學得到的了 他說如果奶酒掉落地 你就不要想著馬上做乾淨的奶酒給他吃 他說媽媽舔一舔它, 舔一舔它 給一個小孩子吃就可以了 我想香港的家長很難接受這件事 但是有一樣東西可以接受的 例如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要盡量吃一些有機的農產品 即是新鮮的東西 不要吃包裝東西 包裝東西在所難免是需要消毒的 用高溫很短時間 可能15秒的高溫 殺掉菌 所以一打開就吃 基本上裡面是沒有細菌的 如果用食物的術語 這些食物是死的 如果我們吃雞的 即是剛剛湯的雞 跟我們的雪雞 最大分別就是 生雞本身 它仍然有很多的微生物在裡面 當然我們煮熟它來吃 但是如果已經湯了很久 放在睡床櫃裡面 一年半左右才給你吃的 其實真的是死雞 因為他們不單是死一次 死兩次 連那些微生物都死了 所以這個科學家就說 其實我們去健身房 不單是健身 操練肌肉那麼簡單 也會面對很多不同的細菌 有很多細菌的鍛鍊 其實對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一個鍛鍊 更好 他形容免疫系統是一個農夫 在自己的田中 養多些不同類型的細菌 有些不同細菌 我們一直都用開的 很熟悉 有什麼事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就不會過度 當然疫情這麼嚴峻 現在叫人家髒一點 或者不要太乾淨 是有困難的 但要記住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特別是初生嬰兒 一歲之內的 這個年紀就剛剛好 是他們要養成一個 良好免疫系統的年紀 的年歲 頭一年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真的做到無菌 在頭一年 全年都是這樣 對他日後的生長 成長 特別是免疫系統 是很大影響的 如果每天都在家裡 做deep cleaning 用這些工具 基本上對那個小朋友 未必有好處 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 有菌的狀態 在家裡 其實對那個小朋友的 發育是好一點的 但記住 外面和裡面 要分開處理 如果有外人 或者經常出入 那部分的確是要 完全消毒 但家裡 真的不用每天來抹 很難的 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院 教授 就說 家裡不用每天都 深度清潔 最重要是保持乾爽 還有洗手間 廚房用過的濕布 如果可以就棄掉 一致過用 如果不然 浴室的毛巾 就盡量 做完之後 弄乾它 才繼續用 如果不然有霉菌 那些就真的有毒了 當然衣物方面 床單那些就要經常換 除訪用的針板那些 用完要抹乾 保持乾爽 這些很重要的 廁所方面 用完的時候 要蓋蓋 來沖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很熟的 蓋蓋沖 否則飛不飛出來 就不需要拿來摔 還有隔氣的彎位 要定期加水 加水好了 不用加漂白水 加水就可以了 加水剛剛滿了 就頂住 那就不會有些廢氣 回到室內 你不需要加漂白水 因為漂白水加進去 如果你加太多 就撞了其他人 放進去那些 潔廁用品 上次會散漏氣 所以用水就可以了 頂住就可以了 在國內很多朋友 有投保的時候 特別幫小朋友 會問 你們保險 賠不賠白血病 因為他們 大陸 早一兩年 很多這些個案 大人小孩都有 對於白血病 他們就很緊張 白血病究竟怎麼來的呢 我看另一份報告 就是英國的癌症專家 他們研究一下 為什麼有白血病 有急性有慢性 慢性就是通常是遺傳的 急性的白血病 他們研究幾十年之後 五十年代開始 有研究 因為我們英國人的白血病 以前 基本上是不能治的 有九成是不能治的 但現在 近十幾年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可以有九成是可以治的 但英國和歐洲的白血病 特別是小朋友 每年都有1%的增長 即是二年多 用了三十年時間 研究這個白血病 突然發現了一系列的現象 他們覺得是要講講的 英國癌症專家 Mel Griffiths教授就說 白血病 急性淋巴白血病 是由一系列的生物現象 所導致的 二十個小孩裡面 有一個會出現基因突變 他就說這些基因突變 並非來自遺傳 而是來自子宮中某種意外 會造成 還有一件事 就是與免疫系統很有關係 這是很重要的 他說 人類的免疫系統 如果要正常運作 在第一年 出生後的第一年 必須要讓這個免疫系統 接觸到某程度的感染 如果在一歲之前 沒有遭受任何的感染 免疫系統就會因為 未完全接觸抗原 而無法正常運作 在這些有錢國家 這已經是一個健康問題 太乾淨了 特別最近 所有父母在家裡 從早上擦地板擦到黑 看到地板 小朋友跌到地板 就打地板 父母家裡習慣使用 消毒濕紙巾 抗菌肥糟 抗菌的地板清潔劑 甚至 連胃母乳的數量都減少 這些全部都是令到小朋友 特別是嬰兒 初生嬰兒 對免疫系統的發展 是很大障礙 即是小朋友第一年初生 少接觸這些細菌的時候 對他們的免疫系統 就不懂得學習 如何應付這些細菌 到最終 如果接觸到常見的感染 雙方感冒等菌 免疫系統 就會用一種非常異常的方法去反應 過度反應 引發慢性的發炎 持續發炎下去 就會有一種叫做 細胞因子的化學物質 釋放到血液裡 而這些因子 就會引致第二次的基因突變 除了先天因素之外 家居環境太乾淨 導致有細胞因子的化學物質 釋放到血液裡 引致第二次的基因突變 就會有機會引發白血病 這些都是他們研究的成果 我們沒有辦法預防小朋友 在子宮裡面如何引致第一次的基因突變 但是第二次的基因突變 即是環境的因素 我們可以控制 盡量不要令到環境太乾淨 讓他一歲之前 好好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統 避免他出現第二次的基因突變 就會避免到白血病 避免到還是避免到 如果要買保險有沒有關係呢 小朋友的保險 就會包括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但是剛剛說急性的話 如果受到基因突變的小朋友 就不是在保障範圍之內 如果是有病的話 那種病其實要醫的話 每次要醫三、四十萬 如果危疾不賠的話 就一定要預先安排一個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也非常之重要 特別是小朋友 所以如果太乾淨 反而害了小朋友 特別是一歲之前的小朋友 家裡不適合絕對乾淨的環境 但是現在很難說 疫情的關係 大家馬小日都好像心裡不安樂 那你就照顧 但是要記住 如果是有機會的話 應該餵母乳 母乳可以直接幫到手 幫到那個小朋友 建立他們自己的免疫系統 盡量做 還有吸收新鮮空氣 戶外的新鮮空氣 都有些細菌 但是通常不會跟飛沫有關 總之我們要避免的 不是所有細菌 而是飛沫有關傳播的疾病 病毒 其他的家居 日常都會見到的 有少少污髒 那些不用看到 立刻要抹 因為消毒藥水本身 對小朋友的發育很大影響 今次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復活節快樂 有時間買回一個復活蛋 真的蛋也可以 因為吃真蛋味更健康 Bye Bye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